眼前这个颜色艳丽五官清晰的冰马俑泳头 就是去年考古队在泳坑中最新发现的 当时他的出土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因为这样栩栩如生颜色被保存如此完整的冰泳头部 也是头一次发现 随后专家利用特殊的药水 让他本来的色泽没有被氧化 可以说2000多年前他下葬时什么样 如今依然保持着什么样 其实我们都知道冰马俑在被下葬时 全都是这种五颜六色的 他们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是采用不同颜色装饰出来 仿佛像真人一样被下葬时刻守卫者秦始皇 如今我们看到的这一尊尊灰土土的冰马俑 只是以前的保护技术不太发达 让出土时本来颜色鲜艳的冰马俑瞬间氧化变成土灰色 在冰马俑坑中 直到现在考古专家没有发现哪两个冰马俑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千人千面身高胖瘦大小都不一样 史书记载每一尊冰马俑都是根据真人比例大小制作而成 一位国内的AI修复专家通过给冰冷冷的冰马俑修复后 恢复了他们本来的样貌 他们都是一个个普通且平凡的人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国 也就是这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帮助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 他们大部分的人最终战死沙场 然后不留姓名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如今当年横扫六国统一了天下的秦始皇 就长眠在眼前这个风土堆下35米深的地宫里 神秘的秦始皇林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盗墓贼 与他都进行过殊死搏斗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人能够进入其中 那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描述 秦始皇林地宫中设计成一个地下版的秦国版 上百吨的水银制作而成的江河湖泊 铜矿和黄金雕饰而成的大山平原 四周富丽堂皇的楼阁高耸挺立 在地宫的中心位置悬挂着一盏千年不灭的人鱼游灯 地宫的顶部是一副耀眼的天宫星象图 宝石装饰的繁星和各种星系十分的璀璨 地宫正中心存放的就是秦始皇的光果 整座地宫的豪华程度估计也只有秦始皇能享有这样的待遇 那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描述到底是真是假 2002年国家考古队组织一批专业人员 对整座秦始皇林进行全方位的勘测 他们运用洛阳产在秦陵周围挖了5万多个道洞 然后经过先进的探测技术 绘制出来了秦始皇林的3D复原土 最终这一探测发现了一个惊天大秘密 原来在整座丰土堆下藏着一座九层高的夯土建筑 它的大小相当于5个足球场的大小 而关于这座九层高建筑的来源 让从事了30多年考古工作的段队长很是不解 因为司马迁的史记和史书中 从没有记载过关于这九层建筑的一丁点信息 难道这是九层妖塔镇压皇林中的妖魔鬼怪的 闭时间众说纷纭 直到几个月后的一天 一名专家在汉书里发现了这八个大字中城官游上城山林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秦始皇的灵魂常常会出来巡游 登上这座九层高的祭坛去仰望日月星辰俯瞰三川四海 同时此次考古队也在整座皇林的风土堆上发现了大量的巩元素 通过仪器检测后得知 越是靠近地宫巩含量越大 而且这也意味着司马迁记载的地宫中 以上百吨的水银制作而成的江河湖泊的说法是真实 不仅如此 全面勘测后发现2000年来盗墓贼的盗洞在皇林的周围打了大大小小的很多梗 但都没有成功进入地宫 也难怪 当年动用70万人花费了39年时间修建的秦始皇林启示那样就容易被盗了